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经常开支 由2017至2018年度的653亿元 大幅上升到2021至2022年度的1057亿元 四年间增幅达到62% 成为开支最庞大的政策范畴 本届政府对于建立关外社会 照顾弱势社群的承担 可见于资源的投入 鉴于经济前景充满变数 和严重的财政赤字 未来一年政府会集中推行 已经规划的政策措施 并不时检视成效 确保能够谓责有需要的市民 施政报告提出 明年下半年合拼普通及高额长者生活津贴 或一采用普通津贴较宽松的资产上限 合资格的申请人将领取高额津贴 并会加强强积金的退休保障功能 首要的工作是在下个立法年度 修例落实取消对冲 安劳及康复服务方面 政府会继续增加日间护理 和居家照顾服务 也会研究将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计划 扩展到其他在大湾区内地城市 符合资格的安劳院 林郑与我说 来年的儿童工作有两个重点 包括建立强制举报约宜个案的机制 并把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名额 由9,000个增加到1万个 已逐步达到零轮后的政策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